B族维生素是维持人体正常机能与代谢活动不可或缺的水溶性维生素,人体无法自行制造合成。 且B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多余的B族维生素不会在人体内储存,所以应每天补充。 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每一种B族维生素对人体的重要性吧。 B族维生素的生理功能,参与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制造血液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维护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帮助酒精的代谢与分界。 B族维生素的常见种类,B族维生素包括很多种,所预备称乙族。 B族维生素,维生素B3胭酸,维生素B5泛酸,维生素B6脾多醇,维生素B1二禽骨素,叶酸等,各种B族维生素的功效。 维生素B1硫氨素 作用 被称为精神性的维生素,对神经组织和精神状态有良好调节作用。 缺乏症 缺乏意导致脚气病 食欲不振 胃肠疾病 头发干枯 记忆力减退 抽筋肌肉静卵 维生素B2和黄素 作用 构成红细胞的重要物质,参与肌体新陈代谢,帮助成长发育,令指甲,头发坚固 缺乏症 口脚炎 皮炎 舌炎 结末炎和脚末炎等 维生素B3胭酸 作用 保护心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大剂量的烟酸对复发性非致命的心肌梗死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缺乏症 体重减轻 倦怠 虚弱 记忆力减退 失眠 疲炎 腹泻等 维生素B5泛酸 作用 有助于伤口痊愈 维持消化道的正常功能 可制造抗体抵抗传染病 防止疲劳 缓解多种抗生素的毒副作用 缺乏症 低血糖 长期12指肠溃疡 皮肤粗糙等 维生素B6P多素 作用 参与糖原与脂肪酸的代谢 可以促进人体分泌胰岛素平衡 预防糖尿病 参与白细胞和血红蛋白的合成 降低同型半光氨酸在血浆中的含量 同型半光氨酸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种高维因素 缺乏症 贫血 情绪低落 失眠 皮肤炎 纯干裂症等 维生素B12骨暗素 作用 是身体正常生长和红细胞生长所必须的物质 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 缺乏症 贫血 皮肤苍白 眩晕 手脚冰冷 四肢感觉异常等 叶酸维生素M 维生素U 作用 被称为造血维生素 制造红血球和白血球 增强免疫能力 缺乏症 胎儿神经管基型 高铜型半光氨酸血症 巨幼细胞贫血等 B族维生素容易缺乏的原因 1 穀物的维生素B族主要存在于胚芽中 常吃精致米及添加了碱性的面条 会导致维生素 B族摄入量不足 2 不良的饮食 生活习惯 如饮酒 抽烟 喝咖啡可影响维生素吸收或增加消耗量 高糖 高脂饮食需要消耗B族维生素去代谢 3 长期吃吸药可减少维生素吸收 维生素在碱性环境下不稳定 很容易被破坏 4 不恰当的烹调方式 如过分的闷 煎 炸 煲 都会导致大量的维生素流失 为什么服用B族维生素 比单一的维生素 比效果更好 B族维生素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它们之间具有协同的作用 比如 维生素B2可以激活维生素B6 同时参与色胺酸和橙烟酸的过程 所以一次摄取全部B族的维生素 要比分别摄取效果更好 哪些人群需要补充B族维生素 1 工作学习任务繁重 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的人群 2 经常痛经 脾气急躁 情绪悲观 以及更年期妇女 3 比如VB12植物性食品中基本不寒 所以节食减肥 素食的人群要补充 4 胃肠功能问乱 消化不良的人群 经常患口腔溃疡的人群 5 需要长期服药 尤其是长期服用抗生素的人群 6 肝脏功能不好 肝病患者等 我建议大家 若有某种维生素严重缺乏 需要迅速补充时 应在医师指导下进行 过量摄入某种维生素导致不良后果时 也应及时请医师诊治 4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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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